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不正经的妓女 以我们的认知来看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但同样的亚洲 有个国家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红粉金魂电影情节并不复杂 米纳尔 安德利亚和法拉克是三个独立工作的姑娘 她们在一次演唱会上 认识了三个男生 之后相谈甚欢 她们便一起吃了饭 喝了酒 结果 这三个男生就默认女生是同意和他们上床 于是开始毛手毛脚 但姑娘们根本就没那个意思 她们拒绝无效后开始反抗 撕扯中 一个女孩出于防卫拿啤酒瓶砸伤了其中一个男生的头 事情发展到这种情况 谁看了都是男生强奸未遂 女生正当防卫 但从结果看 她们的立场完全反了过来 女孩们在离开现场后担惊受怕 而男生们则是气势汹汹 男性们直接忽略了她们被爆头的原因 她们竟要求女生给她们道歉 女生当然拒绝 可这之后 这帮男生用实力演绎了什么是人渣 她们先是骚扰女孩们的房东 诬陷女孩们不震惊 想让她们被赶出来 好在房东没轻信谣言 可这帮人就干脆制造车祸威胁她 接着 她们还把姑娘们批成妓女 这导致有女生直接被开除 最恶劣的是 她们还绑架了其中一人 威胁要轮奸她 姑娘们的一次伤害成了多次伤害 有两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报了警 但警察的态度让女孩们的心情直接变成了凉凉 警察翻来覆去只有两句话 一 不管 二 谁让你们和男生出去玩的 活该 这是警察能说出口的话 然而从结果上看 女生们对警察的敷衍毫无办法 但暗中 她们报警的行为激怒了男生们 这帮人渣仗着有点势力背景 买通检察官直接将女生送进监狱 罪名是伤害罪令家卖淫 有钱 男权社会 还真是可以为所欲为 眼看着姑娘们要入狱 还好此时 一个一直暗中观察整个事件的老律师决定出手帮忙 老律师的扮演者阿米特巴强 是印度家喻户晓的老牌明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他在印度非常红 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 男主角小时候从厕所就起的照片 就是老八强的 可见他在印度观众心中的地位 不过正如他所说 这个社会里 就算女生一点莫错 这个官司也很难打 在印度人的认知中 女生只要答应和男生出去 似乎就意味着不正经 就代表着可以乱摸乱睡 而南方的律师也狠狠咬住这一点 他给男生找的开脱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 女生同意和男生在晚上出门 就是要进行性交易 第二 女生在和男生谈话时 只要带微笑 那就是性暗示 第三 女生喝了男生给倒的酒 就代表同意被睡 所以 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女生强行卖音不成后 反而的所敲诈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更过分的是 南方律师在向女生提问时 采用了荡妇羞辱的方式 你的工作一看就缺钱 缺钱一定会出来卖 你长得就像妓女 一看就不是正经人不堪的语言暴力 围观群众的指指点点 这让被告女孩渐渐崩溃了 他只想赶快结束这一切 于是哭着承认了莫需要的罪名本案 将颠倒黑白这四个字展现的淋漓介质 女孩们本是受害人 却成了要担责任千夫子的一方 男生们本是施暴者 则安心地坐在原告席位上 但这并不是本案最可怕的地方 在整个事件中 最让人心寒得莫过于女孩周围人的态度 激怒人的普遍观点 事情发生后 女孩们也找了一些朋友商量 而作为他们最亲近的朋友 他们不但没有安慰女孩 反而也指责起女性 就算知道自己的朋友出身正经家庭生活作风良好 她们也把责任归咎于女性 而这 恰恰正是社会大众的普遍想法 警察们的态度也让女生们寸步难行 从一开始 女孩们就犹豫要不要报警 但在第一次强奸被碎后 她们选择了稀释宁人 因为她们清楚地知道 警察不会管 但之后 随着被诽谤 被威胁 差点被轮奸 她们决定报警 但警察的态度我们也看到了 她们不但不立爱 反而羞辱女性 说她们事 没事找事 警察这个本应该是女孩们保护者的身份 竟指责受害者 真相访谈这个节目 大家应该不陌生 她由印度希望之称的阿米尔汉主持 节目内容是赤裸裸揭露社会各种黑暗现象 其中第二季的第一期就关注了女性被强奸这一触目惊心的问题 那期节目的录制时间是在印度发生震惊世界的公交车轮件案后 这起恶性事件当年震惊了世界 印度人民也纷纷集会上街要求严惩犯人 国家也因此推进了保护女性的法律 事情看起来是往好的方向进步没错 但真相是这样吗 根据节目组对女性的真实采访 她们得出的结论是 在强奸这个问题上 国家机关根本没变化 夏图这个女生遭到了性骚扰 可她报案后 流氓们只要稍微会录下警察就被释放 而受害人 则马上再度陷入危险 节目组还采访了一些极端案例 有女生被奸杀 有女生被割掉舌头 甚至有幼女被轮奸到面目全非弹 人渣们得到的惩罚 却非常让人震惊 检察院和警察对性犯罪 是有非常冷漠的态度 一个年轻的普通印度女孩 在父亲多年努力下 终于搬来了城市 谁都没想到的是 城市的生活 是噩梦的开始 一个夜晚里 女孩被绑架了 流氓们轮奸了她 逃回家后 父母连忙带她去报警 但最让人震惊的事情就在这里 警察接到报案后 既没抓人 又没立案 而 是敢受害人回家 所以逍遥法外的流氓们在知道后 他们得意的再次轮奸了少女 最后杀了她 而反过来 警察检方对受害人的态度 让书理解不能 他们本是受害人 但在法庭上却要遭到二次伤害 就像《红粉惊魂》中讲述的那样 检方在审讯中并不针对男性 而是对女性进行一种侮辱式的询问 他们要求女性当众详细描述性侵过程 甚至还让女性模拟犯罪现场心理压力 加上众人目光 这导致很多女生在被强奸后压根不敢报案 而捡了便宜的人渣们则更加猖狂 节目统计书据称 印度作为世界上强奸案最高发的国家 最终被定罪的才仅仅3000多人 在印度 法律更保护的是强奸犯 不过 万幸的是 这些年印度政府方面 开始重视性犯罪的问题 真相访谈 红粉金魂之类直面现实的影片也得以上映 很多年轻人的思想也在进步 像是影片中也有男生跟女生说他们不必道歉 女生们就算知道胜算很小也坚持报警 更重要的是 社会中还存在老律师这种良心人物 本片也正是在这种进步下产生的 红粉金魂在印度上映后 得到了口碑票房的双重肯定 据作家Ray Tash 表示 这部影片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部电影 书也由衷的希望 以后再搜索印度时 强奸 性暴力等罪恶 变得越来越少 祈祷美好能再次回到文明古 国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